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总理接下来组建了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是手指一点 黄金万两 今天笔者就和大家聊聊 这支周总理受益组建的特殊部队 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 晚年躺在病床上 也在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操心 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 找来副总理王震 提起王震上将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的建设兵团闻名天下 上将王震是在1975年的时候 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 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农肯部的部长 在病床上周总理交给王震一个任务 把中国的金子抓一抓 周总理说道 搞建设不能没有黄金 听病床上的周总理这样说 王震知道这是周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他也放出一句狠话 黄金不上去 我死不瞑目 当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困难 周总理和王震都深刻的有体会 黄金的价值笔者就不多说了 中国的彩金历史非常早 在近代的清朝 其黄金产量约为13.5吨 还在全世界第五位 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 黄金的年产量仅为4吨多 此后30年的时间 中国的黄金年产量仍不足10吨 黄金储备对经济的发展不言而喻 过直到1979年的1月 此时周总理已经去世三年了 时任副总理的王震才通过重重阻力 下达成立一支由军队战士组建而成的黄金勘察队 世界上唯一一支专业的军人组成的 中国武警黄金部队成了 部队列入武警的编制 下设三个总队 十二个支队 各由队长带领 他们肩负的任务是探寻中国的黄金 黄金部队先后找到了许多的金矿 其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了数百亿 比如在东准戈尔探测到了双全金矿 其储存量高达26吨 其价值超过了40亿 在开采过程中 汇集周边的数万村民 随着黄金部队名声越来越强 一些不法分子也摸出了门道 不法分子会悄悄跟着黄金部队的某个支队 在部队发现金矿的几百米外倒彩黄金 许多不法分子也因此获利丰厚 而黄金部队的队员 各个都成了财神爷 在长年累月的探测中 这些队员各个身怀探金的绝技 一些有钱的不法分子都想请他们在地图上指点一下 给出的报酬是他们工资的几十倍 甚至更多 因此当时流行这一句 专门形成黄金部队的话 手指一点黄金万两 但是从来没有队员泄灭 因为这些队员始终记得周总理的教诲 记得周总理的嘱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